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为祈求五谷风灯 人畜安康 以其走亲访友 哈尼人要过一个重要的节日 苦渣渣节 苦渣渣节又称六月年 是哈尼族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在每年的农历六月进行 有秘谷主持 第一天是最重要的一天 进行杀牛祭祭神 水牛 由全村的人一同购买 宰杀的牛肉分块 按户属平均分配 人们在广播分牛肉生里 纷纷拿着垫着芭蕉叶的木盆 前往祭祀房领牛肉 之后拿回来的牛肉 用锅烹煮 放到祖先纪委处进行献祭 再把祭品端到家门口献给死在外边的人 磕头起伏丰收 第二天 咪谷会拿着祭品 前往祭祀房 献祭天神昂玛和地神密松 再折一袋叶树枝 左右两座鱼魔丘 以献祭魔丘神 祭完 人们便可当完魔丘了 献祭完祭祀房 魔丘 鞦韆 哈尼妇女们会手吃艾草 鸡蛋 糯米 以及准备给家里叫唤的人带的一根白线 按照祭祀房 鞦韆 魔丘的顺序 给家里人叫唤 然后把叫唤回去的白线 带在家人手臂上 以示宝魂 健康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